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就会停止哭泣 不是张聊啊 就是本期要介绍的万代 简称笨呆 财团B 热血君身为一个三十几年的万代骄老 该是好好跟大家聊聊 会让广大男人月底吃土的万恶根源 骄老们总该好好了解 每个月瞒着老婆 骗走自己大量金钱的货源 是如何骗光自己荷包里的钱 被老婆打死也要死得痛快 说到现在的万代 已经不是大叔们儿时所认为的 把孩子们捧上天 只会卖交的良心企业 而是个全球第三大玩具制造商 纵横游戏 动漫 音乐等领域的 综合多媒体巨头 想办法掏空无数男孩们钱包的财团B 然而就是这么一家 让人又爱又恨的公司 他曾经差一点濒临破产 屡屡做出做实的稍操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将会为您揭秘几个谜团 万代如何从把孩子捧在头上的企业 逐渐转变为 掏空无数男孩钱包的万恶财团B 以及动漫玩具界 大家常听到的厂商 Pobie 日升 东映 Takara 班布雷斯特 到底跟万代有什么关系 还有拥有多色成型 精致开模 领先全球的拼装模型等技术 竟然不是出自万代之手 万代最赚钱的IP 不是钢弹 也不是海贼王 那又会是什么呢 最后就是万代最强的死敌 曾经左右万代生死的厂商 到底是谁 不是好难笑 更不是牵直恋哦 屌起万代 就得要提到他的创始者 三颗之字 他二战中因为手榴弹碎片 失去一只眼睛 所以退伍后 拖着身体残疾的关系 干啥啥都不行 只好进入妻子的弟弟 所开设的纺织公司 万代产业打工 由于战后日本 被老美科技革命最新成果 炸得一穷二白 大人们只好忙着赚钱 没时间雇小孩 小孩们也不知道干啥 来缓解恶劣环境中 带来的心理压力 这时独具会员的三颗之字 说服了小舅子 开始使用万代产业 所剩余布料 1950年 成立万代诸事会社最早的雏形 诸事会社万代屋 开始独立运营 而当时并没有特别设计logo 只有印上黑色字体做代表 万代一词 取之六涛龙涛 五音中的工商绝子语 此真正深野万代不易 词以为保持初心永远不改变 三颗之字借此表明 创业的理念为 开发令人满意的商品 并保持这一初心永不改变 因为当时日本的物资 还是严重缺乏 玩具也不会特别精致 所以诸事会社万代屋 发售的第一款玩具 同样也是用剩余布料 制作的节奏球 虽然市场反应平平 但还是让万代挖到了一桶金 接着直至利用这一桶金 转战金属玩具市场 第一款产品就是B22战斗机 玩具狂卖了50万台 这在当时可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销售数据 尝到这甜头的万代屋 便迅速把研发重心 转至金属玩具 并在1995年更新logo 把之前纯汉制的万代屋 改变为哥特字体的B 而包围B的外框则是其代表 公司英文company的首位字母 也是诸事会社万代屋的缩写 并推出日本玩具史上 第一件获得品质认证的 1956年型丰田合军玩具车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万代屋还在当时提出 并建立了玩具保障制度 因为这项在当时日本玩具行业 是非常创新且让客户 确实得到便利的保障制度 万代屋的玩具商品 因此获得极大的口碑和销量 如今这些制作精良的良心金属玩具 已经成为古董玩具收藏市场的宠儿 并在拍卖网站上屡创新高 时间来到了1961年 万代屋正式更名为万代 我们来看这个logo 是一个小孩举着上一代万代的logo造型 表示孩子们拿着万代的玩具很开心 这一时期的万代 很明显地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感受 可当时市面上许多老牌玩具厂 被突然窜起的后期之秀 万代屋不断蝉食着市场心有不甘 便开始组成万代包围网 与各方面出手打压 于是万代屋只好在同年与Takara和Epic 组成玩具同盟三社会 共同合作研发技术互相交流 一起对抗业内老牌玩具厂商的围剿追杀 之后更扩张到六社会 六个公司一起携手并进 总算让万代度过了被围剿的危机 1963年 万代获得漫画之神首种自从 原子小金刚商品化版权 发售了公司第一款动画衍生玩具 原子小金刚 并在原子小金刚的社会热潮下 获得空前的成功 这让万代首次意识到 动漫周边商品所产生的丰厚利益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市场 此时的日本动漫逐渐发展成熟 线下有追求的玩具厂商 都沉迷于精细的军事模型制造 根本不屑制造低优的动漫玩具开发 况且在军事模型制造上 万代在昔日大佬填功的压制下很难出头 要登顶日本玩具巅峰 动漫玩具反而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时间来到了1965年 万代再次更新logo 把小孩放在万代的字母上 意味着这时期的孩子就是万代的天 然而好几步长 与业界终于占有一席之地 事业越做越大的万代 突然大头正发作 忘了之前的初心得意忘形 万代一开始以良好的售后服务与形象 博取市场上的好名声 但是在商品垄断市场后 便在1968年开始各种错误的稍稍作 提倡无退货交易 就是不管什么货 只要卖出去就没得退的压霸政策 根本忘记创业的初心反其道而行 结果遭到销售商们的一致抗议 我想FB社团 黑杰克爱买玩具的李大 还有时光回忆屋的老板 一定感同身受吧 对模型有兴趣的娇老们 热血军也在此推荐这两个良心店家 不仅售后品质有保证 价格也公道实惠 为了抵制万代这压霸行为 批发商们高呼 万代将退货的负担推给了批发商 并随之开始了一系列的抵制活动 各种各样针对万代的黑色谣言 在社会上大量散播 甚至有批发商联合发起的不买万代运动 不禁万代的货来卖 在如此骚乱之下 万代迫不得已撤回了自己的霸王条款 这一次差点把万代打回原型 一年后的1969年 万代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 已经肖想金井科学 塑胶黑科技技术很久的万代 趁金井科学申请破产时 开始计划收入囊中 于1971年完成收购 并基于这些资产和能力资源 万代成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 万代模型 与先前总部的模型部门分开 后来成为了万代钢弹模型 等塑胶模型业务的基础 没错 所有钢弗拉胶老门 我们现在所玩的钢弗拉 不管是拼装以及成品模型 辉螺钢 多色成型射出等技术 诸如断装换色 逸色兼用脸歪缩胶 毛边防卫水纹 老爱偷胶 又省一个亿等等 还有大名鼎鼎的 静钢线模型生产工厂 大量的技术人才 都是出自于金井科学 移交过来的产物 并非来自于万代本家的黑科技 可以说没有金井科学 就没有现在的钢弹交流们 共同努力 一起杀生活费 投资万代 创造出的钢弹模型辉煌 为什么拥有这么多 模型黑科技的金井科学 竟然会落到万代手里呢 说起金井科学 大家或许很陌生 是以山寨军事模型起家 就如同大班高高等 山寨钢弹模型那样 不过在各大山寨玩具公司中 金井科学是山寨品质中的佼佼者 后来他们又制作出 铁人28市场反应不错 可是在社长 金井容易地带领下昏招评出 导致与万代合作的 飞红船长玩具 大量三级囤货卖不出去 拖到了1969年 终于撑不下去 申请破产 沦落到万代 叼进嘴里的肥肉 万代成功收购金井科学后 便利用金井的模具与技术 涉足军事 汽车模型的领域 为日后万代 资助产业 卖交的业务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基于上回 与金井科学合作 还是赔了一裤子 社长执事被开始坐不住 开会时大发雷霆 这时的常务 三浦信昌 向执智建议 不如自己弄个公司出来 专门做卡通角色玩具 那么赔钱也不会赔到你的头上 于是三浦信昌选择退社 在1971年 成立的子公司POPPE 同年更赶上 东印推出的特色剧 假面骑士热播 有走投无路的执智 早上东印任职的好友 杜鞭亮德迁到了版权 因此将POPPE戴上天风 拯救处于低迷中的万代 话虽这么说 当时签署假面骑士版权的 可不止万代一家公司而已 高德玩具诸事会社 早已抢先拿到了商品开发权 并贩售一系列假面骑士摩托车人偶 POPPE为了避免与高德玩具打对台 最开始也只能卖剧中 人物软胶模型和充气玩具 直到有一天 他买给大儿子小三浦 一直想要的假面骑士腰带 但当时的假面骑士腰带品质很差 无法还原剧中那样 帅气的回转声光效果 根本就没有带路感 只是个破塑胶壳 于是三浦便灵机一动 拿回去给自己的技工师傅改造 还原剧中腰带的所有特效 因此获得附近广大孩子们的羡慕 甚至还有许多家长 特地打电话到三浦家 询问大儿子的腰带要去哪买 这下三浦闻到了能够击败高德的时机 他立马将有声光效果的腰带商品化 最终定价到了1500日元 比高德的腰带贵上500日元 虽然假面骑士之父 石之声张太郎 看到腰带卖上1500日元这么高价格 怀疑是否有市场 但他的怀疑是多疑的 这款商品不负众望 全国狂卖380万份 终于战胜无敌手的高德 并且还因此获得东映之后 所有特色作品的优先商品化权利 以及独占权 当时Pobie的营业额从12亿上升至146亿元 大大超越本家万代的营业额 万代此公司Pobie发售的 假面骑士变身腰带大获成功 影响万代此后在角色周边产品的发展方向 随后万代也逐步将重心从军模民用模型 转向角色玩具 并且开始将业务跨足出版 物流 贸易等多个行业 1973年更是目前为止最赚钱的一年 万代公司与东映合作 推出了电视动画魔神Z的金属机器人玩具 因此获得空前的大卖 但起初上市的魔神Z产品并不叫超合金魔神Z 而是叫做合金鸭筹魔神Z 不过为了配合魔神Z的故事设定 最后由三浦帕安决定改叫超合金 这让商品更加的有气势 还带给人们更深刻的印象 其Pobie推出的超大型魔神Z玩具 该作品获得第四届国际展览会玩具奖金奖 次年更推出系列化的超合金系列玩具 Pobie和母公司万代在当时玩具界 迅速成为玩具界蓝蓝升起的新星 第二版魔神Z 万代为其增加的动画中出现的金刚飞翼 又将销售推向了新一波高潮 至于豪野与东映万代合作的细节 具体可以参考热血军制作过的影片 一口气看完《魔神Z》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哦 这时期的万代可是非常的风光 超合金产品也开始积极出口海外贩售 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有着不错的收益 更在推出勇者莱丁产品时 因为做工更加精细 定调了新的名词DX 也就是豪华版的意思 子公司Pobie因为超合金的关系 其营业额反倒超越了本家万代 员工薪水更是本家万代的十倍 当时更有你要到Pobie这张床 也不要到万代上班的说法 1975年的万代又再次改变了logo 这次把小孩的造型抽象化 并把万代的字母插入小孩的中间 意味着万代还是把孩子放在心里 时间到了1980年 万代迎来第一件大事 就是集团掌门人的更换 创立万代的三科子是因为身患胃癌 将自己的位置传于长子三科城 说起三科城 他从一开始就对玩具行业不屑一顾 怀睡着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梦想 毕业后的三科城 在1967年加入了小学馆 并成为了一名编辑 然而事与愿违 三科城的作家之梦还没有开始 万代就因为1968年的 无退货交易陷入舆论与危机 感受到父亲压力的三科城 随即在1969年放弃了自己的 曾经年少爱追梦 加入到当时的万代之中 实际上年仅35岁的三科城 对于接下万代社长这一大任来说 还是有些触不及防 在此后的访谈中 三科城也曾公开表示过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病情 那么会有其他优秀的员工 成为万代的社长 而不是由他所继承 但这样的作家梦想 不只大大影响万代走向 投资动画产业 转型成多元化发展的财团B 更让万代走向了破产的边缘 至于怎么一回事 就请听热血君娓娓道来 由于陈董从小就对玩具行业缺乏兴趣 开始掌舵了他 随即将当时的万代推向多元化的发展 文具临时音乐动画等产品线 都在陈董的想法之下开始涉猎 现今万代在产业中的布局 大多来于这个年代 如今风靡台湾玩具扭蛋系列产品 万代也是在1977年开始初步涉足 并在当年注册了 沿用至今的Gashapon商标 另一方面 从1973年到1980年 魔神Z带起的超级机器人风潮 也已经走向了衰微 由于这期间 超级机器人动画如雨后春春般涌出 直到末期 甚至呈现出自烂造烂大街的现象 小孩们也已经开始审美疲劳 看你了这些超级机器人户后 万代的超额巾玩具也开始卖不动了 各个厂商竞争越发白了 抢着有限的市场份额 玩具制造商也相继倒闭破产 此前提到的六社会 也因此在随后的1984年分崩离析 曾经风光一时 业绩大不如前的Pobie 也顺势在1983年整并到万代本家 不过上一代社长所制定的方针 炒热门IP周边发展的政策 则一直被延续 在1979年时 由父爷老头指导的真实系机器人动画 机动战时钢弹 虽然上映时不讨小孩们喜欢收视铲弹 甚至动画急速铲被腰斩 但反而受到青少年和成年们的喜欢 因此机动战时钢弹0079 便在一众人的高呼之下得以重新播映 更因此开启了真实系机器人风潮 当时的万代刚好赶上钢弹0079重播时 买下了拼装模型的版权 所以能够生产钢普拉来卖 而成品模型的版权 则是在另一家投资公司之首 名叫三叶草 他们家发售的钢弹玩具 相信大叔等级的家老们 没有把玩过也看过这玩具的照片 就如图片那样 活像个夜市地摊所卖的走教玩具 但别看这玩具长得一副醋样 现在可是钢弹收藏家圈内的梦幻艺品贵得很呢 原来钢弹初期的版权并不属于万代独占 身为首种自从弟子的父爷老头 于1973年离开破产的重制作动画公司后 与一小部分同事成立的东北行社 后来因为拆占问题 父爷老头与公司的同事们又分离出去 成立的日生 由于刚成立不久的日生 名气并不响亮 只有一家公司愿意赞助 那就是三叶草公司 因此才有了钢弹的诞生 不过因为DP由三叶草生产出来的钢弹玩具 长得几乎跟鞋神没两样 但平良心讲 其实还蛮还原当时的作画品质 所以卖的自然也是一般般 而后钢弹意外的爆红 万代便接下了这个品牌 于是陈董便找上了原经济科技技术部大佬松本物 松本物便带着自己的好机友松村正名 一起在1980年7月搞出了 历史上第一款机动战士钢弹系列玩具 一直持续卖交骗钱 榨干所有交我们的荷包直到现在 万代更在此创造出了一个新系列 钢弗拉 为了区分课程 还分为两种价位 300日元以1000日元 在市场上反映出奇的热烈 还引发了250个小学生 为了买钢弗拉 酿成电梯踩踏事件的社会级现象 再次创造了万代事业的第二村 挺过了超级卖不动的危机 于是成哥发现 没有动漫作为资助的万代 是不完整的企业 因此忍到了1994年 日生因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 正式被万代并吞 一辈子成为万代的卖交工具 由于其艺术家性格 还资助了日生不少钱搞动画 在这期间 日生还为了能在被万代收购时 可以卖到一个好价钱 因此诞生出了V钢弹作品 想要抬高市场身价 所以V钢弹的V 代表着胜利的意思 意味着日生赢得胜利 不过想象是很丰满 现实是很骨感 V钢弹播出后 市场反应是一般般 甚至有口碑崩坏的迹象 丑不垃圾的敌方机体 玩具模型也卖得不是特别的好 这又是后话了 伴随着钢弹给万代代的利润 万代几次重大技术突破 纷纷得以实现 1982年诞生的 缅胶卡榫定位技术 1983年多色成型技术 以及宇宙形式卡榜 玩具中所次使用电镀技术 万代从此在技术层面上 让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愉悦 童年万代也顺势更新了 大家最熟悉的logo 小孩的造型不见了 也是很多人说 此时的万代开始变味 从原来的孩子是万代的天 把孩子放在心上 现在则是心中没有了孩子 也就是大家戏称 同臭味特别重的财团B 则是令人不胜唏嘘 在这万代钢弹旋风 席卷玩具市场期间 打败许多老牌玩具场 几乎统治了整个日本模型届时 塔卡拉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社长佐藤安田决定出手了 说起塔卡拉的代表作 就是维星小超人 魔神英雄传 魔动王 变形金刚 勇者系列的模型 安田社长召集了一批精英 瑜伽阴招 大野光人 国宏高时开会研讨 共同讨论出的这部百兽王动画 没错 就是大叔们耳熟能详的 武师圣战史 刚好热血军也有做过解说影片 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 这部现象级别的动画 不管是投资以及当时作画品质 都是屌打钢弹 奈何国内市场就是反响平平 但是塞翁司马 胭之飞服 很快地他们受到老美青睐 反而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段历史 热血军刚好有制作过影片解说 武师合体圣战士与机甲舰队版权之争 想了解详细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 但这还是撼动不了万代的地位 真正让万代紧张的是不久以后 还只保看上Takara系列戴亚克龙 并带回去整成了变形金刚 刚好这个过程 热血军也有制作过影片解说 变形金刚是怎么诞生又如何衰退 里面的秘星实在精彩 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收看 此时变形金刚的玩具真的是火出圈了 美国 日本都火得一塌糊涂 光是美国市场孩子宝就赚了1.116亿美金 还要跟Takara五五分仗 这时期Takara两年卖出的玩具 可是万代数十年的总和 简直是把钢弹打得体无丸肤满地爪牙 失去了美国与日本的玩具霸主地位 万代终于坐不住 派出首席玩具设计师春上克什 与老美的吞卡合作 说起春上克什战队名可是不陌生 很多战队机器人造型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他以吞卡整出了一个百变雄狮系列 也是被称为原祖变形金刚的动画 玩他半年出的变形金刚动画 很多地方都是从他这边抄来的 因为变形金刚先出的是漫画 这部分我之前做过的影片有提及 所以就不展开细说 但是这部百变雄狮的机器人 每个角色脸部造型一个比一个迥 搞得连小孩子都看不下去 至此万代陪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万代还算硬气好 由于几年后孩子宝自己做事 出了个变形金刚大电影弄死柯博文 导致变形金刚很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 万代在日本总算又回归玩具霸主地位 不过主打真实机器人这样的好光景 并没有像之前的超级机器人现象持续太久 万代还要掌门人三颗城 将会迎来自己一生中最强劲的敌人 1985年 热天堂家庭游戏器FC横空出世 由于娱乐变多了 孩子们大部分零用钱被瓜分 选择声光效果 感官丰富的电子游乐器 因此减少很多小孩买交买玩具的意愿 影响到卖玩具的万代 营业额大大的萎缩 以及是玩具模型巨头的万代 并在陈董带领下 正式进军他辛辛恋恋的游戏产业 不过在此之前 万代也有陆续发售一些简单的掌上游戏机 以及在1983年推出类似小暴王学习机的 RX-78钢弹computer产品 当然销售状况不是太好看 还没等任天堂出手 很快就被市场上的乱军打得溃不成军 陈董为什么执着于 像必争的死敌任天堂三内谱 不惜赌上身家也要三战任天堂 最终若得惨败收场 还从社长的位置上滚下来呢 可能是一种余量情节 因为彼此都是富二代 也都是玩具奇家 甚至三科城继承的家业立足点 可是比三内谱更高一截 往日的小弟任天堂 瞬间变为游乐界最赚钱的企业怪兽 骑在了万代头上 陈董从父亲手上承接了玩具霸主之位 并在自己手上失去 拱手移交给了三内谱 此时陈董迫于无奈时事所屈 只好低着头向自己曾经的小小弟任天堂拜托 发行FC游戏金偶人 但大家都知道 万代是用心做模型用脚做游戏 万代至今发售的游戏都难登一线之堂 不过产品还是获得了热卖 然而陈董知道 凭着秤IP也不是长久之路 于是看上了机器人大战迷都知晓的 班布雷斯特俗生演进场 班布雷斯特早前也只是个搞三债的游戏公司 但由于技术力跟游戏创新度不足 所以一直没什么惊人的表现 直到了80年代末期 失去了SEGA的支持 公司马上呈现次次准备要破产之际 陈董立刻伸出了元首 收购了班布雷斯特大部分的股权 让公司得以存活 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演进场了 凭借着万代手中的IP 搞得演进场总算是有声有色 但也一直这样让演进场不吃进去 只想靠趁IP赚钱 导致演进场创新力低价的根本毛病 当时也只有机器人大战这游戏能拿得出手 最巅峰的Alpha时期 销售还是无法突破百万 只能看着机器人大战逐渐没落之惊 2019年演进场更被并入万代旗下 激战精神领袖四天初玩机器人大战30后 沦落为卖焦卖石玩的下场 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时间来到了1989年公崎奇事件爆发 更是靠动漫IP吃饭的万代雪上加霜 所有同行也都值得苦苦之称 但就在这时 影响万代几乎要破产的事件即将发生 苹果没有贾博斯的时代 时任总裁麦克尔找上了有丰富动漫版权的万代 想要在如日中天的游戏产业里分一杯羹 陈董也看上苹果在市场上有巨大的影响力 以及Sony与任天堂决裂 不仅研发出PS 更带走大批被任天堂长期剥削的厂商 更想趁此良机打败任天堂 但陈董这一举动却遭到了绝大多数的高层反对 因为任天堂是小公司时 陈董都干不过人家 现在经历了SFC洗礼的任天堂 资本比万代还雄厚 跟任天堂对着干不是自取未亡吗 可陈董就是听不进去 只要拼上加底与三内浦第二次拼出个高下 花了64亿日元以1亿美元来宣传 于1990年开始着手开发游戏机 在这期间 万代自己还是有发售一款大爆石的游戏机 名叫普拉迪亚 看它的造型就知道 有点儿像小朋友的教育用学习机 所以当然卖不过当时高大上造型的PSSS 说穿了就是个赔钱货 时光飞逝来到了1995年 名叫Apple赔本的游戏机 终于分别在日本与美国上市 这种读音听起来就是赔本的东西 当然是在市场上大爆死 只发售一年就宣布停产 其原因是 当年比PSSS高昂许多售价620美元 以及切入时机太晚 第三方游戏厂商早已纷纷站边 单靠万代本身用脚开发游戏的能力 产弹收场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导致万代面临破产危机 然而这时同病相连的SEGA 进入远镜厂千鸿线 也更在SS发售一部作品作为价装 老基站名都熟知 由第四次机器人大战改编的 机器人大战F 但就在万代即将要称为SEGA万代时 万代高层吸职 SEGA为了想挽回颜面 打算开发下一代主机DC 而刚才从主机风暴中 陪到内裤快没有的万代都还惊魂未定 根本不想陪SEGA跳入火坑 再加上万代凭借着1996年 恒景遭遇与研绑雅迹研究出 挽救万代的产品 就是二十几年前风靡全球的电子宠物 Tamagoji 短短几年出货量达到了7000万台 马上让万代打了一把鸡血起死回生 因此合并项目就在万代内部的极大反对声中 选择与SEGA回婚 四隔几十年 看到SEGA现在的残壮 热血军真觉得是明智之举 但总算活过来的陈董还是学不乖 始终念念不忘继续找山内谱算账 想要在游戏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恰巧又让陈董遇到绝佳的机会 那就是任天堂掌机御用大将Game Boy之父恒景君平 因整出个V-Boy游戏机大爆时只好离职 此时陈董有如找到了孔明 哪知他其实是凤雏 火速前往跟恒景君平商量掌机市场的愿景 整出个Wonder Swamp名叫神奇天鹅的游戏机 想要一举击溃任天堂的Game Boy 这回可不像苹果那样 有恒景君平加持下 许多游戏厂商纷纷加入Wonder Swamp的行列 Wonder Swamp首发更推出高达50款制作的游戏阵容 当陈哥以为终于能够击败三内谱时 恒景君平欠一位一场意外的车祸离世 就此可知 为啥乐杰军会称呼恒景君平是凤雏了吧 所以1999年推出的Wonder Swamp 因为失去恒景君平这种大将运筹帷幄 再次被任天堂随后推出的Game Boy杀的血流成河 面对三战全败的陈董也开始心灰意冷 而内部也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极大声量 要他立刻下台 陈董扛不住压力 也只好把社长之位传给最信任的两代老陈 三浦信长 带着三战惨败的三内谱的战绩 残恨离世 是带着三战惨败的遗憾退出社长之位 重回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位作家 陈董也只有活得比较长 总算赢了三内谱一次 接下来的万代为了成为上市上柜公司 于2005年与娘梦公签订合并 成立共同持股公司 2007年收购远古部分股权 让奥特曼成为了一个狂卖变身器的上心病狂工具人 并借着南梦公的游戏实力 开始大搞偶像大师 狂圈阿宅们的荷包 总之现在的财团B 模型只算是企业的衍生品一环 其2018年的财务报表 总利润540亿亿中 卖交只占了144亿 而游戏部门的利润 各是高达397亿 在万代持有的动画IP中 全球最赚钱的并不是海贼王 也不是钢弹 而是鸟三名的七龙珠 常年霸榜万代第一名的销售冠军 热血军长期观察 七龙珠虽然在日本 可能比不上钢弹或是正当红的海贼王 但是加上全球市场 则是碾压所有对手 果然鸟三名的龙珠神话 到现在都无人打破 如今的万代 已经是充满同臭味的财团B 虽然热血军全篇几经嘲讽之人士 嘲讽万代 但是凭借着万代一流的改进模型设计 与生产技术黑科技 不可会的 大家还是很难想象没有万代的世界 财团B依然还是带给家老门无限欢乐的公司 如果觉得热血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血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 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 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